今年呢 他们曲目叫《弱梦》 知道《弱梦》的原唱是谁吗 是周深 周深 这么大吗 我真的 哈喽 少年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歌手周深 今天我来为李若彤老师班级的 《万成哲》和福松加油 也谢谢你们能够演绎我的作品《弱梦》 7月19号 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官宣 周深蜡像将入驻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在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官方预告的文章中 评价周深是拥有天籁之音的音乐王子 用歌声传递温暖与炙热 更为玄妙的是 今年是周深出道九周年 也是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建馆九周年 巧妙的缘分 相信两者的艺术道路都会长长久久 在官方预告的文章中 有一张周深端坐在书桌前 在留言本上留言的照片 粉丝都好奇周深到底写了什么 这也成了目前的一个谜团 正像预告文章中所说的那样 周深专注于每一个舞台 在聚光灯下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一手手指抵心灵的歌声 他选择成为光 并且把这份温暖与炙热 传递给更多的人 曾经那些跌跌撞撞的摸索 如今都变成了更好的明天 他是灵魂歌者周深 以歌声穿透灵魂 九周年之际 祝愿周深永远轻盈 永远滚烫 永远光亮 也写下你对周深 出道九周年的祝福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成吧 用百年风化书写回答 愿扎吧 所有和周深合作过的人 除了对他的实力和敬业 肯定以及高度赞扬之后 你知道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这些幕后人员说的最多的是礼貌 是人品 是尊重 正如前面一位老师分享的那样 把周深带到休息室时 他在进屋之前 专门回过头来和工作人员一一道谢 他会在舞台结束之后 和每个合作伙伴及幕后工作人员鞠躬致谢 甚至连保洁人员都不放过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 但是为什么周深总是能够让合作的人感动 甚至专门发文表达感激呢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整日忙碌 面对不同明星的工作人员 在忙忙碌碌了很久之后 得到的是傲慢和冷漠呢 如果这些工作人员在帮助明星做了范围之外 甚至是过分的要求之后 回馈他们的是高人一等的不屑 甚至是无理的谩骂呢 不幸是这样的明星很多 幕后的工作人员在习惯了被明星冷落不屑 甚至是谩骂之后 遇到了为他们考虑 而且为他们鞠躬致谢 甚至和他们聊天互相调侃的周深 怎么能不感动呢 正常的事情变成稀缺之后 也就不正常了 当周深发自内心的感恩和尊重他人时 他就注定他永远轻盈 永远光亮 你说呢 最后7月23号18点 我们的毕业歌在QQ音乐上线 快乐学长周深将带来璀璨冒险人和弱梦 鼓励青年学子们带着浪漫梦想 永做璀璨冒险人 让我们与周深一起共同回到青春时光 记得评论点赞订阅我 随时了解周深最新动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快乐学长周深 QQ音乐我们的毕业歌即将正式启动 此时此刻毕业快乐 山河湖海别样奔赴 毕业的此刻是终点 但它也是起点 在这里你只管尽情快乐 在毕业的此时此刻 我想送给所有毕业生们的话是 毕业以后不要害怕 也不要迷茫 我觉得未来就像青春一样 没有剧本 没有设限 因为青春本来就是跌跌撞撞 要保持乐观 要保持快乐 一定会越来越勇敢 越来越好的 爱成都迎大运 节目7月也将在QQ音乐首发上线播出 我们一起期待吧 哈喽 奔跑吧 哎呦 这个地方好黑 现在我马上就要去我们第11季的发布 会的 然后这次呢是在我从小长大的城市贵阳 也是奔跑吧 第一次来到贵阳 更是第一次来贵阳看发布会 所以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发布会现场吧 好真实的尴尬 一个人坐电梯只要是角落我都很喜欢 对也是在那里 对也会经常充当暗暗走城的服务员 去吧去吧 连条满了 你觉得我们要奔跑吧 然后就两个人 奔跑嘛 哈哈哈 一般不太会说巴 我们不太说巴 嗯 整理 跑嘛 我们不太说巴这个这个柱柱柱子 我们今天这个结局 他还是要屁屁发齐的 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这边 我想躲在脚落 但那个顶光正好什么 从前我们心照不宣向深处同一片乐乐 下一次相逢或许不期而遇又或许只此一遍 还没来的记忆设相见就要学会如何告别 当你出现在梦的那一边我会说着相逢如远 还没来得及说出感谢就已经和你们擦肩 等我来到这条路的终点才明白你早已如愿 原来你早已如愿 原来你早已如愿 我们终于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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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早已如愿